道正法师 慈悲平等,广大又深长 我们凡夫的慈悲 时常只能让人一时欢喜而已 对他未来 是不是真正好呢 我们是不是真正有把握 梵界让他一时欢喜 就可以督他学佛呢 还是帮道忙 帮他与佛唱反调 造成他错误的观念 害到他的未来呢 我们仔细检讨 会发现 可能都是为了一个自己很喜欢 而且又对他有所求的人 我们才会这么做 如果自己不喜欢的人 怎么可能勉强去讨他欢喜呢 我们要很详细检讨自己的动机 才不会害己又害人 我们怎么能时常 为了要讨人一时欢喜 就把佛放一边去犯戒 这样我们怎么会不走错路呢 别人若无意中 成就我们犯戒的因缘 我们尚且应该用心解说 让他了解 而不要因为这个因缘 使他走向黑暗的频道 如果一个人故意勉强我们犯戒 他未来一定会痛苦 我们要求佛自卑加倍他 同时更要发自卑心 不要和他合作来成就犯戒 才不会害到他的未来 我们要像普贤菩萨一样发愿 希望众生如果想要做恶法都做不成 想要修善法都能够很快成就 经文说 欲行恶法皆惜不成 所修善业皆速成就 如果是善法 我们一切都应该随顺 随喜 如果是恶法 我们就不好随顺 随喜 我们若随顺恶法 让人意识欢喜 表面上很像是慈悲 但是对他的未来是很残忍的 所以 我们若要对人慈悲 就要替他想远一点 假使遇到别人反对我们持戒 甚至勉强我们去犯戒 那是因为 他还不了解佛法的道理 任何众生不了解佛法 都是我们佛教徒的责任 我们也不一定要照他的意思 才能够让他欢喜 我们也可以很有礼貌地 向他说明佛法 让他更加欢喜 而且永远欢喜 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我们要先肯定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佛 所以 应该都可以了解戒律 了解道理 为什么他们还不了解 就是我们没有 发菩提心向他们介绍啊 或者是 我们自己持戒的态度不好 使人反感 这都是我们自己不好 需要检讨改进 并不是对方不对 我们要发心好好讲 好好做 让大家都能了解 才不会毁灭佛法 才能让佛法永远注视 救度众生 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 刚开始 因为吃素 不方便去参加医院的各种应酬与聚会 所以时常被同事取笑 甚至上次还用全是施压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觉得那是极好的因缘 我会求佛加倍对方 能够顺此因缘开始学佛 因为若无此因缘 我就没有机会向他们解释佛法 提醒大家 众生被人割肉 就好像我们自己要开刀一样 是会怕又会痛的 我会用很恭敬的态度 和掌念阿弥陀佛 请他们慈悲原谅 我不忍心吃肉 就如同各位医师 不忍心病人受苦一样 就如同各位医师也不去吃 病人开刀割下来的肉一样 经过很诚恳的解释以后 大家都很慈悲体谅 不会再勉强我吃肉 也不再取笑 甚至会反过来帮我 后来大家外出看到素食 还会买回来请我 给我方便 我很感恩 毕竟众生都有佛性 也有很多同事都跟着我吃素 在我要离开高雄卵综合医院时 同事们竟然说 我们如果办一桌素食请过医师 也没有多大意义 大家干脆办个放生会 欢送他 和他一起去放生 他才会欢喜 结果医院的同事出钱出力 租用救护车 挂着氧气筒 护送小动物去放生 大家一起很虔诚念佛 念大悲咒 他们的做法与虔诚 出乎我意料之外 和刚开始取笑我的态度 真是完全两样 所以我一直相信 因缘是可以用人心去转变的 别人要勉强我们犯戒的因缘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 帮助对方持戒的因缘 在我的经验中 可能这样做 对方会更欢喜 我们照佛所说的 以恭敬的态度去做 结果一定会比自作聪明更好 因为佛有大智慧 佛做一件事情 除了顾及到眼前的人以外 还会顾到所有在旁边看的人 乃至未来一切众生 很多事情是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所以都只看到一个角度而已 以为自己是为了慈悲才这样做 才犯戒 其实我们如果看得更宽广 就会发现顺应人情犯戒 不见得是慈悲 所以若有因缘 我们要将佛戒解释清楚 让周围的人了解 一起来互持实行 我都宁愿多花一点时间 先把佛戒解释清楚 使大家能够共同遵守 自己也不必犯戒 别人也不会无意中助你犯戒 这样大家都不会堕落 不是很好吗 用自己的劳保单替亲友拿药 以前我在医院上班 有时同事的亲戚朋友生病 他就拿他自己的劳保单和病历 希望我用他的劳保 替亲戚朋友开药 这种行为看起来 只不过是在病历上 随便写上他人的记录 开一些药而已 好像很简单 不是什么大事 事实上 一这样做 至少就犯了两条重戒 第一条是忘语戒 因为在某甲的病历上 写某乙的病情 就是伪造文书 一写下去就犯忘语戒 因为我明明知道 事情并不是这样 故意写成这样 所以就犯了忘语戒 第二是犯偷盗戒 处方一开下去 就等于向老宝局偷到一份药 给没有参加老宝的人 这不但违反老宝局的规定 而且侵犯所有参加老宝人的利益 虽然这样做主要动机 是为了对朋友好 但是 结果对社会 所有大众的慈悲 我们若要对朋友慈悲 应该要自己付出 不能去康他人之楷 让老宝局来复 用老宝局出钱 自己做人情 这是没道理的 我们大家想想看 我如果为了要让他欢喜 替他开药 可以算是为了慈悲而犯戒吗 经我仔细考虑 认为这只能叫做 为了私人人情犯戒 不能叫做为了慈悲犯戒 实在讲 我认为佛才是最慈悲的 佛制的戒也是最慈悲的 而且是更广大 更长久的慈悲 我并不认为 任何犯戒的事情 比直接照佛戒去 做更慈悲 佛在戒律里 已经把开源的条件 说出来了 而我所遇到的 这件事的因缘和条件 根本都不属于 开源的条件 所以我不能认为 自己是好意 是慈悲 就随便开源 自作聪明 我也不能随便糊涂 顺人情 就答应别人的要求 我如果马上 答应同事的要求 顺他的意 当然 他会一时欢喜 但是我一答应 一写下去 他和我同时 就犯了两条仲介 我们两个都要受果报 假使要签总共是200元 我必须要向劳保局 结罪 我等于得罪了 所有参加劳保的人 等于欠所有参加劳保的人 每人一笔钱 这个债我能还得起吗 不但我还不起 这个同事也同样还不起 而且对方也不是 存心想要侵犯劳保局 他也不是不能了解佛里的人 他们只是看很多人 都这么做 就跟着人家做而已 所以我不能为了一时 要让人欢喜 或是一时不好意思拒绝 就犯两条仲介 一旦犯两条仲介 我们两个人以后 不知道要受 多长久痛苦的果报 他的目的 只不过是为了 要省几百人要钱而已 难道佛的戒律 不值得几百元吗 难道一个人老实的品格 不值得几百元吗 为了几百元就犯戒堕落 值得吗 我认为我若是顺他的意思 糊里糊涂就写下去 虽然他们两个人 可能一时省钱 会欢喜 但是这个欢喜很短浅 很颠倒 当他们两个人 一时欢喜的时候 祝佛菩萨都会替我烦恼忧愁啊 当时我认为 我们不但要让对方欢喜 同时也不能让他受到 未来还债 长久痛苦的果报 我相信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有智慧和慈悲 可以了解戒律的道理 所以我就跟他沟通说 你实在对你的朋友 很关心 很慈悲 你的朋友既然生病 找我看病 就是和我有缘 这个要让我和他结缘 让我送他 不要让劳保局送 我来开一张一般的处方间 等一下我再去付费 我还要送你朋友一条念珠 他很难得来 我们要有诚意 不要用劳保单 再说 他的病情也不好写在你的病历上 因为病历是以后的医师 要参考用的 所有的资料都必须要正确 我如果给你插一段 别人的病情进去 以后替你看病的医师 会得到错误的讯息 万一紧急的时候 会让医师判断错误 这样对你不好 所以你朋友的病情 我们不要记在你的病历上面 而且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很死板的人 我去受戒时 曾在佛陀面前发怨 我若故意写错 就算是犯戒 会对不起佛陀 我们交换角色想想看 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劳保局工作 我们会替别人这么做吗 所以我不敢做 请你慈悲原谅 说完 我就合掌站起来 向他道歉 再请他喝果汁 送他念珠 劝他念佛 我相信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 并不会因为我们 向他说佛的戒律 他就会不欢喜 我并没有直接答应他的要求 但是很礼貌地向他解释以后 同事也很欢喜啊 我会去替他付医药费和他结缘 以后同事都了解我的做法 他们都反过来支持我 帮助我 比较熟的同事也会这么做 有时候别科的同事不知道 又来向我提出同样的要求 他们也会自动替我解释 甚至他们会进一步劝同事 不要这么做 跟他们说 哎呀 朋友如果来看病 我们自己出钱就好了 反正有优待折扣 大方一点 甚至有的同事很可爱 会跟别的同事说 喂喂喂 你别叫他犯件好不好 郭医师自己会替你出钱 不会替你开这种劳保单了 墨学觉得 每种情形都可以有很多做法 并不是只有犯件一条路 遵守佛的戒律 和兼顾人情两全其美的路 很宽广又很好走 我们不一定要去走 只顾人情 去犯佛戒的那条小路 那种小路一走下去 以后遇走遇坎坷 后面的光景会很惨痛 有时候 我们想要随顺世俗人的方便 不要麻烦别人 所以我们就选择不照戒律 而去顺应人情 据我长期观察 人家反而在背后耻笑我们 修行心不坚定 急急犯戒 可以说 并没有人认为这种随顺 给了他们什么真实的方便 所以我们选择随顺戒律 还是随顺人情 必须要用比较长远的眼光 和智慧做选择 最好是态度能够温和柔软 但是原则要坚定 在原则坚定当中 不要和人起冲突 要用比较温和的办法 顺应 人情而吃荤 反而障碍更多 有位居士本来吃素 在公司上班 虽然需要和人应酬 但是他都坚持吃素 公司的同事以为他这样做 业绩不好 结果他的业绩 是全公司最好的 因为客户都感觉得出来 他是个老实虔诚的修行人 不同于奸商 所以他的业绩 反而是全公司最好的 后来有的同事嫉妒他 故意向上司说他吃素 不方便的事来为难他 一定要勉强他吃肉 在宴会中 上司就故意加肉给他吃 当时他怕得罪上司与同事 让人不欢喜 就勉强吃下去 吃下去以后 大家是不是比较欢喜呢 大家反而开始耻笑他说 你这种人都是骗人的 说什么吃素 有时吃肉 有时吃素 哪能算吃素 若你算吃素 那我也算吃素 我每天都21小时吃素 三小时吃荤而已 从此以后 就时常耻笑他 反而惹出更多的困扰和麻烦 我们做选择 必须要用智慧 尤其当对方并无好意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态度温和 言语恭敬柔软 但是最好能保持坚定的原则 心里念佛 祈求佛菩萨家被他们 能够起慈悲心 护持戒律 不要造业 以免以后受苦无量 佛很慈悲灵感 我们若虔诚 要遵守戒律 佛一定会帮助我们 圆满地克服困难 我们要经得起考验 不要自己起退心 也不要一有障碍 就懊恼 用生气不欢喜的心 和不好的脸色言辞 和人起冲突 我们若和人起冲突 自己就已经违背了佛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静下来 求佛引导我们 加倍我们能有智慧 帮助对方走上学佛的路 同时 我们还要忏悔 我们以前一定曾经因为没智慧 没慈悲 障碍别人持戒 所以 今日自己要遵守戒律 才会受到别人的障碍 否则 人家怎么不去障碍别人 专门要障碍我们呢 我们要由内心真正发起 承认自己以前做错的心 忏悔我们和人所结的恶缘 虔诚念佛回向给对方 化解这份障碍 我们要相信 阿弥陀经所说的 比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 无所障碍 阿弥陀佛的光明力量 是无障碍的 我们如果一心念佛 就进入和佛相同的频道 就会无障碍 我们一心念佛 只要是合理又利益众生的事 合乎戒律的事 佛都会帮助我们无障碍 我们要有信心 用慈悲心 用智慧实行戒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